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舉行視像會談的時候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,一套規則 習近平說,疫情放大了全球治理體系中不適應,不匹配的問題 各方應該思考如何加以完善,而不是推倒重來,另搞一套 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,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只有一套規則,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國從不搞意識形態對抗,從不主張脫勾,從不想稱王稱霸 想得最多的是,等14億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,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但也不會助視國家主權、民族尊嚴和發展空間受損